学霸的学习习惯是如何养成的? 他们的家庭教育都是怎样的呢? 学习习惯对于学生的学习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。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可以让学生们的学习更加有效率, 从而在学习上的进步会更加快。 所以大家都会好奇学霸们整天是如何学习的。 他们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呢? 学霸的优秀成绩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分不开的。 还有就是学霸们的家庭因素也有很大的助力作用。 下面就是为大家分析的关于学霸的学习习惯和家庭教育。 首先我想说学霸不可复制,因为里面的因素太复杂。 有学霸自身的原因,有学霸跟老师配合默契的原因。 只不过我想说,不要以为的盲目迷信什么学霸。 学霸是天注定的,学霸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有什么太大变化。